大家好 歡迎收看5月23號的台視 五間新聞 我是吳海文 聚餐之後 酒駕返家 轎車直衝烏石港碼頭 駕駛落水身亡 昨天晚上一輛轎車 直接衝破碼頭護欄 落入水中 目擊者見狀立刻報警 但男子送一搶救 還是毀天乏術 整個過程也都被監視器拍下 死者有人表示 當天晚上大家餐敘喝酒 都有勸駕駛不要開車 還幫他叫了計程車 沒有想到最後收到死亡噩耗 入夜烏石港 一輛自小客車 竟直接衝破碼頭護欄 墜入海港 再看一次這驚險瞬間 轎車開入空無一人的烏石港 快靠近港邊時 車速似乎也沒解緩 接著下一秒 衝破碼頭護欄 連人帶車 墜入水中 警銷出動吊具 進入港邊 歷經一個多小時救援 小客車終於打撈上岸 擋風玻璃 車窗全破 駕駛被救死 以失去生命跡象 送醫搶救 人宣告不治 意外發生在22號晚間 陽性駕駛幫好友 健行喝酒還續胎 離開前 朋友看他喝醉了 還一度打電話 幫忙叫計程車 但沒想到死者 人開車離去 釀成不可挽回的悲劇 死者經抽血後 有酒精反應 換算呼氣值為1.32 嚴重超標 警方初步勘查 事故車體及案發現場 已排除他殺可能 將進一步詳細調查 造勢責任與歸屬問題 這裡可以宜蘭報導